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节目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反恐一哥刘岳进和他曾经主持日常工作的 中共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 本月24日 随着中共政权的前反恐专员刘岳进 被最高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税逮捕 墙内墙外媒体都对这位步步级公安虎 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各媒体之所以都要特别强调 这位刘岳进的步步级 是因为专员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官嫌 所以才要突出强调一下 这个刘岳进不是一个普通的专员 而是一个步步长级的专员 众所周知 只有不省不级以上的贪官 才有资格被称之为虎 而从政厅局级往下 直至副村长级的各级污吏 全都被称之为苍蝇 点出自习近平的打虎拍影 说起来 刘岳进退居二线的反恐专员头衔的全称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专员 因为他的这一头衔 是为代表中共国就反恐工作对外联络时使用的 他本人在退居二线之前的内部职务是 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专职的副组长 兼国家反恐办主任 在刘岳进之前 这两项职务是由时任公安部部长刘伟 武警少将接任的 众所周知 中共政权的各类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命 都不会在任命的同时对外宣布 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或者专任了 某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或者副组长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态 而刘岳进的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 就是在他已经实际主持了两年多时间的 这一小组的日常工作之后 才因为全国反恐会议的召开被公开的 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一向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兼任 那副组长至少也是要步不及才是 墙内的百度有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词条 内容是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的前身是 2001年成立的国家反恐部工作协调小组 词条中介绍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部局 布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部工作 地方也设立了相应机构 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立在公安部反恐局 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国家反恐部协调小组升级为 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担任 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括号反恐办 和反恐作战计划等部门 协调小组侧重于协调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 来进行反恐工作 调整为领导小组之后 小组的领导统筹职能增强 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 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 固定成员包括了外交公安安全 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 而向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 起到不助性作用 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 反恐办事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 要说明的是百度的这一词条 大致是2018年左右编程的 日后再未及时修正 所以词条中列出的当时的该小组的组长 还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 副组长还是孟阳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文青 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常务部主任乐玉成 时任外交部部长陈光军 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 王宁 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中央政法委委员和刘月进 当年刘月进以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 兼任其常设办事机构反恐办主任的那几年龄一直都是专职 也就是说刘月进退居二线之前 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么说他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一哥呢 墙内腾讯网的一篇追踪报道 刘月进的文章介绍了他的简历 说他生于1959年 原籍湖南宁远出生于广西桂林15岁参加工作 很早就在生产队从事生产劳作 后来还当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产队长 不过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的刘月进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 请注意原籍湖南出生于桂林 而且是15岁参加工作 这就说明当时的刘月进并非是桂林当地交线的 原本就是农村户口的返乡之星 而是下乡插队的城市之星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 凡是下乡插队之后被招工招干板城 或者参军上了大学的 下乡插队的时间是会被寄入公邻的 所以从下乡插队的那一天开始 就算是参加工作 对照一下习近平的简历 写明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 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泽东的基层爪牙们 当成了反革命狗仔子赶出北京的时间 被迫前往的地点是陕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说比习近平年轻六岁的刘岳进 居然也是知青出身 赶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半期 腾讯追踪报道 刘岳进的记者应该也是比较年轻 对文革史全然不知 所以写出了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 刘岳进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这样的话 事实上当年下乡插队的城市青年 随时被招干回城当干部也好 当教师也好当编辑也好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少得可怜 比如当年和习近平同乘一列西区列车 到陕西插队的王岐山 就是在1971年摇身一变 成了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日后在此岗位上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至于刘岳进 人家当年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岗位上 通过正式高考进入了西南政法学院 而且还如愿进入该校当时最热门的专业 首次招生了刑侦专业 足见他在当时的同龄人里 实际文化程度是属于佼佼者 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学习期满后 刘岳进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 按照如上腾讯文章的介绍 大学毕后的刘岳进 从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普通干部开始爬升 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书记 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部主任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长 天津市公安局唐姑分局副局长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局长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正处级侦察员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 刘岳进是2001年初 从天津市的正厅局级的公安局副局长 调升公安部的 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 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 正司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 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 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刘岳进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长助理身份 兼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三个月后又被宣布兼任国家禁毒办主任 当时的公安部网站曾经刊登一则消息 说是2015年5月11日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 公安部部长郭升坤出席国家禁毒委员会 全体会议及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国家禁毒委部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 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岳进 汇报了2014年以来的禁毒工作 大年12月 刘岳进被国务院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 在公安部网站上指标示 他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任反恐专员 次月他便被授予副总警监协 自动宣布了他已经正式晋升副部长级 副总警监等于不省不及 前面引述的腾讯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 刘岳进是公安部首任 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专员 笔者读到的其他墙内墙外媒体感兴趣 刘岳进的文章不少都是沿用了这一说法 其实是不对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权受益反恐专员头衔的 至少还有一个月休虎 此人从今年6月开始的现职是 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总警监协 这从公安部的官网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于1973年4月 是公安部现有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 居然还在2001年至2002年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当了近一年时间的客座研究员 研究什么就不清楚了 从他大学毕业后 长期的国务院八改委工作的经历看 应该是研究经济大类里的什么东东吧 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开始被外放到云南省 担任政厅级职务的 202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 并兼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 以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副省长的这种工作分工甚是习惯 是为了证明此人文武双全 不过呢 云南副省长只当了一年五个月 这个月修虎就被调回北京担任县职 其实今年6月初 墙内曾有好几家媒体 就关注过这个月修虎的新职 而在刘岳进与如今的月修虎之间的 国家反恐部工作领导小组 部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 则是刘岳进在西南政法学院行政系的学弟 杜航委 此人倒是没有被同时宣布为反恐专员 但至今还是上河组织地区 反恐部机构的中方领事 也是和刘岳进一样 这个杜航委在主持国家反恐工作 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同时 也还接任着国家禁毒委员会的部主任 去年3月61岁的杜航委在步步级岗位上倒点下车 被安排占了一个全国人大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名额 回过头来继续说刘岳进的那点事 纵观刘岳进的如上简历内容 前期发起在天津 后期被重用在北京 关于他在天津给臭名昭著的 时任天津公安局局长武爷 也就是武长顺当马仔的那段故事 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刘岳进进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部办公厅的主任 虽然部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司局级 但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 晋升部长助理 然后再晋升部部长的机会肯定很大 当然呢 公安部所属司局里 比部办公厅更牛掰的一个 那就是一局 也就是政治保卫局 如果说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里 有一个局长的话 那就是一局局长 孟建柱把持公安部的实习 曾经担任过一局局长的孙立军 就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委员里唯一的局长 我们都知道已经被判处死缓 到他们公安部自己管辖的秦城监狱里 与前公安部常务部长 司法部部长布正华 相依为伴抱团取暖的孙立军 当年从上海调入公安部之后 首个岗位也是部办公厅 只是因为此前在上海的级别太低 所以当时调他进京的部长孟建柱 担心在部里引发重怒 只能让他先委屈在部主任的位置上过渡一下 而早于孙立军调入公安部的刘岳进 因为此前就已经是正司局级待遇的市公安局部局长 所以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属于平调 孙立军一进入公安部 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辈刘岳进 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于孙立军是如何在公安部发迹的故事 我们两年多前已经为本专栏陆续撰写了 孙立军在上海时曾自诩为韩市长的英文秘书 孙立军暗中高级警察知多少 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维职业 下一个被公开的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 犯了死罪的孙立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 中共公安部官员真正的高维职业 截止2022年底 所谓孙立军政治团伙里的7名成员已被判刑 孙立军因受贿6.46亿元被判死缓 原公安部常务部长、司法部长布正华 受贿1.17亿元被判死缓 原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受贿4.4亿元被判死缓 原公安部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延平 受贿2.34亿元被判死缓 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 受贿7343万亿元被判母亲 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 受贿4267万亿元被判刑15年 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 受贿1333万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 从公安部历任部部长里 陆续抓出的所谓公安虎 至少还有李济州、郑少东、李中生、孟宏伟 及杨焕明 日后 公安部的历任政部长里 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却仍未能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永康 是否还会再有落马者 不好说 但曾经或者正在公安系统里任职的部总警监们 肯定还会有跟在刘烨进后边陆续被整肃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渡航委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拭目以待就是了 更多的介绍内容留在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化中南海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